厉害之处 有人说骑车上路一定要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这样才能确保行车安全 看看这一段过程 骑士自身掌握到的都很正常 但是后方的路况总是如此 两辆车都想超车 瞬间右边的先过了 那左边的就只好等下次机会 他们在发生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他们这里有一个证据 来讲对他们非常的重要 真的谁都不想找麻烦 但要是出事了 证据会说话 谁的责任谁就该负责 以机车骑士为例 装在安全帽上的行车记录器 比较符合实际需求 看到哪 录到哪 只是要留意镜头的可拍摄角度 越接近180度 前加后几乎是360度 真的就是四面八方 统统跑不掉 另外镜头的材质也很重要 这个是在户外在用的 要角度大 它能够保护的 Cover的范围比较广 我们已经开发到 就是说170度了 那我们早在去年之前 还在140度 假如你的镜头 分野压根的话 它会根据你的温度太高 它会变形 你的焦距就熟得不好 所以我们的镜头 都是全玻璃的 硬度要够 它不会变形 不只机车专用的行车记录器抢手 这有默契耶 我有一个好东西 什么东西 你看一下 这个 你这样夹这边会不会太夸张啦 你知道这手吗 我知道 其实它是一个摄影机 真的有必要吗 为了记录在外头的状况 是一种需求 这一类的穿戴式装置 其实是要满足很多人 工作上的保障 你只要跟你的 你要拍摄的话 跟你距离大概一步 你就可以拍到它的全身了 不只前胸正前方的记录方式 台湾穿戴装置业者 也首创可变动镜头位置的设计 前胸 头顶甚至是侧面使用 镜头的位置都会影响 整个穿戴装置的服贴性 你的镜头跟你的sensor 你要是独立的 它可以自动活动的 然后你要做 当你可以活动的时候 你就可以根据你的镜头 可以上 可以下 可以左 可以右 都可以调整 多试试不同的设计 穿戴装置 其实还有很多新用处